2023年7月20日,随着电影《风神》上映,让消失多年的费翔,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当中。 它在剧中饰演荒莹无道的昼网《英寿》,电影中身高一米九一的费翔,俊美又不失阳刚。 魁梧高大的身形,与传说中的地心十分贴合,让看过的网友感叹道, 中国第一美男费翔,初代顶流名不虚传,从年轻到老,皆能点燃一把火。 36年前,央视春晚导演邓在军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台湾歌手费翔发出了春晚邀请。 之后,27岁的费翔不顾经纪公司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坐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1987年除夕夜,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看着舞台上身穿红色燕尾服的蓝眼睛卷发小伙, 被他边唱边跳的那把火点燃了心中心灭已久的热情。 在这之前,人们从没想过,央视舞台上歌还能这样唱,舞还能这样跳。 他曾创造的神话,至今没有一个男性可以与之比拟。 但在短短四年后,费翔放弃了属于自己的巅峰时代,主动消失,做起了普通人。 从宏集一时到销声匿迹,费翔潇潇洒孤寂的一生究竟经历过什么? 如今已经62岁的他,为何依旧截然一身? 今天,只依旧来聊一聊孤独一生的不老男神费翔。 这是一张在上世纪50年代台湾街头拍摄的照片。 1949年,照片中的哈尔滨女孩碧莉娜从北京搬来台北,在当地广播电台找了份播报员的工作。 某天出门,被美国军官费伟德拍下了这个瞬间。 发现被拍后,碧莉娜想要上前却要个说法,没想到就这样坠入爱河。 两年后,她嫁给了这个叫费伟德的美国人,并生下了一对儿女。 两人的儿子正是未来的巨星费翔。 1960年12月24日出生的费翔,英文本名为Chris Phillips。 费这个姓是因译而来,而翔这个字指自自由之意。 仿佛是冥冥之中皆有定数,之后的费翔穷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 她比姐姐安雅小七岁,从小就被家人百般宠爱。 家里吃饭时,中间有一条线,这边是中餐,那边是西餐。 费翔坐在中间,两边都吃。 真是因为伙食太好,在13岁时,她吃成了一个200斤的小胖子。 回忆起童年,费翔说,那时候我一顿至少吃100个饺子。 因为胖,从来没有人把她跟帅这个字联系在一起。 学校的同学也不愿意跟她玩,还常常嘲笑她是个大胖子。 看着尽忠的自己,费翔决定好好减肥。 18岁那年,成绩优异的她考入了美国斯坦福大学, 只因母亲说学医好,便报了医学系。 大医那年,她减肥成功,成了令无数女孩心动的翩翩少年。 可姐姐安雅却在此时被查出了癌症。 得知消息的费翔,立马暂停学业,回国陪伴姐姐。 姐姐安雅和费翔的性格迥然不同,费翔性格腼腆,听话老实。 她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家人规划好的, 而姐姐安雅则跳脱乖章,活得肆意洒脱。 她在上学期间便开始组建摇滚乐队, 在音乐界小有名气,还学过服装设计和表演, 一直都是费翔崇拜的对象。 费翔曾说,姐姐在音乐上的造诣远高于我, 可惜天度英才。 姐姐在医院接受化疗期间,费翔一直陪在身边, 看着姐姐痛苦地呕吐,她心如刀脚。 在试变各种方法后,姐姐还是没能康复。 临去前,她拉着费翔的手说,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过, 我的梦想还未能实现, 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 姐姐的离世让费翔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那句真的不想死更是让她为之震动。 受到姐姐影响, 她才恍然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艺术, 是音乐和表演。 于是,她平生第一次侮蔑父母, 选择了遵从本心。 第二开始, 她先是转入斯坦福大学戏剧系, 后又考入纽约戏剧学院专攻舞台表演。 而就在这一年, 费翔的父母默默办理了离婚, 父亲选择回到美国生活。 大学毕业后, 费翔回到台湾照顾独居的母亲。 在那里, 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伯乐, 张爱佳。 1981年, 导演杨德昌拍摄台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 交由才女张爱佳主演并监制。 张爱佳在挑选演员时, 一看见费翔的照片, 当即说救她了。 就这样, 费翔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可一米九一的身高, 让她之后的戏路受到了局限。 张爱佳不愿放弃这么个好苗子, 打算让费翔另辟蹊径, 转战音乐市场。 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费翔本就热爱音乐, 再加上有张爱佳这个伯乐, 没过多久, 便加入了EMI唱片公司, 与音乐制作人谭建肠合作, 推出了首张专辑《流连》。 专辑一经推出, 瞬间火遍台湾, 甚至在当年丽压邓丽君, 一举拿下了金唱片奖。 最后, 费翔用四年时间接连发行了八张专辑, 多次蝉联畅销榜单, 让他在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名气斐然, 被称为亚洲十大歌星之一。 如果没有意外, 费翔会继续在台湾活下去。 然而, 1986年, 一封来自北京飘洋过海的家书, 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寄来家书的是费翔的外婆。 当年, 母亲比利娜离开家乡哈尔滨后, 在动荡之时, 随朋友来到了台湾。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让她和家人失联长达四十年。 母亲无数次向家中寄信, 却从未受到任何回应。 时隔多年, 当母亲比利娜收到家书后, 再也无法意识思念之情, 她想回家。 为了完成妈妈的心愿, 飞翔决定带着母亲回到内地。 见到外婆后, 三代人相当痛哭, 眼看着血浓与水的亲人远在海峡对岸, 飞翔怎么忍心母亲与外婆再度分离。 可是, 彼时的海峡两岸关系十分敏感, 经纪公司甚至提醒她, 你可以去,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你还能回来唱歌。 言下之意, 离开台湾要冒着被封杀的威胁。 恰逢1987年央视春晚, 导演邓在军向飞翔伸出了橄榄枝。 飞翔清楚, 结果这个机会, 自己在台湾打拼多年的事业将毁于一旦, 可她还是选择了登上舞台。 她是第一个在春晚上独唱两首歌的艺人。 那晚, 除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她还唱了一首《故乡的云》。 归来吧, 归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 归来哟, 别再四处漂泊。 在她的歌声中, 坐在观众席的外婆哭红了双眼, 飞翔走下台, 亲吻了外婆的脸颊。 这一刻, 没有演员与观众, 只有一个游子和她割舍不下的亲人。 春晚之后, 飞翔在大陆爆火, 男孩模仿她的穿着, 发型和舞蹈。 女孩们进往电台的情书, 装了好几个麻袋。 而作为第一个登上央视春晚的台湾艺人, 等待她的是被台湾彻底封杀, 成正十四年。 但诗之东鱼, 收之相语。 春晚过后的两年, 飞翔成为了第一个在内地举办全国巡演的歌手。 他在十二个城市举办了六十五场演唱会, 每一场都是万人空巷, 无数歌迷拿着他的照片, 呼喊他的名字, 场面无比轰动。 可谁都没有想到, 飞翔会在这样的巅峰时期, 选择告别流行约谈。 他说, 我要离开, 去寻找音乐制和舞台制上的发展。 消息传出后, 飞翔身边的朋友与全国粉丝, 无一不感到震惊。 1989年10月22日, 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 举办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现场, 粉丝们高举着一条条横幅, 哭喊着, 飞翔不要走, 不要对你的歌迷说再见。 可飞翔却很清醒自己在做什么。 他解释道, 我如果再继续也是可以的, 无非就是用一张专辑, 再开歌唱。 可是这样的艺人到最后总会榨干的, 我觉得我可以给观众的, 已经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程度。 就这样, 飞翔再次远赴美国, 追求心中的梦想。 1990年, 出道纽约的飞翔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国内, 他是粉丝无数的天王巨星, 但在这里, 他必须要从头开始, 凭借努力赢得通往百老汇的入场券。 他需要和群演一样, 经过一轮一轮严苛残酷的选拔面试, 从几百个专业歌剧演员中争取到机会。 飞翔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他认为只有把名气放在一旁, 才能真正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991年开始, 飞翔接连参演了歌舞剧《西贡小姐》、 《烫钥匙》、 《尼哥与诺拉》等作品, 还携手著名音乐制作曲家安德鲁韦伯, 让百老汇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和上海大志愿, 为亿万观众上演非凡之作, 韦伯爵视世界音乐制盛典, 这也是西方主流音乐剧第一次来到中国。 1997年香港回归, 飞翔青年的歌剧生涯也暂时告一段落, 他应邀回国, 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纪念晚会, 此时已经37岁的他走上人民大会堂, 重唱经典歌曲《互相的云》。 听闻消息的旧年歌迷汹涌而来, 虽不复当年盛况, 但飞翔依旧感动, 国内的朋友还是没有把我忘掉。 南渡周刊在采访飞翔时说, 比起86年春晚时, 飞翔再唱《故乡的云》, 进步确实很大。 不过大多数人从来没留意, 只忙着为他在巅峰时期离开乐坛而感到遗憾。 2000年, 他终于被台湾解封, 也会在大陆演出, 身影也常常会在三四线城市出现。 无论是企业年会还是各地商演, 他都当作是一种娱乐工作, 并不觉得有失身份。 2009年, 他的深圳演唱会失声不断, 观众批评他挂羊头卖狗肉, 只唱了几首歌, 其余是不知名歌手的拼盘, 这也是他显有的负面新闻之一。 有人觉得这样太掉价, 也有人质疑他在美国混得不好, 还要回国捞钱。 殊不知, 在离开大众目光的日子里, 飞翔一直默默奉献着。 他曾将在1989年的65场巡回演唱会所得, 全部捐给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 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 他为抗症救灾捐款10万美元。 1999年, 在所有人谈爱色变时, 他是国内第一个公开与艾滋病人拥抱的明星。 2004年, 他以个人名义在线上领养了一只受伤节制的大熊猫, 给他取名详项, 每年寄5万美金给他买竹子吃。 2008年汶川大地震, 他捐出80万美元。 关键出看性格, 细节出看人品。 除了慈善, 他在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也曾被许多人称赞。 歌手戴军始终记得两人初次合作后的分别。 戴军送了一张自己的CD给飞翔, 而飞翔也立刻从自己的箱子拿出一套CD来回赠他。 戴军说, 不用了, 问你要的人一定非常多, 我可以自己去买。 飞翔却笑着说, 你就帮我减轻一点箱子的重量吧。 明明是施以善意, 反倒做出求人之态。 戴军评价费响, 他就是这样的, 叫人觉得舒服。 而网上也有很多网友讲述了自己眼中的费响。 在走台时摔倒却没有生气, 而是新年演出, 说, 现在摔倒总比晚上演出时候摔好。 在录影时, 因为工作人员的懈怠, 在狭小的空间里等候多时, 却还是微笑满面, 毫无韵色。 颜值, 才华, 人品俱佳, 一生自律, 62岁还能因为腹肌登上热搜, 如此完美的飞翔, 又为何会至今单身? 早年间, 飞翔曾和王玛丽, 胡英梦, 钟楚红, 陶金盈, 杨岚, 朱化传过绯闻, 但真正被他公开承认的女友只有一个, 他就是生在台湾, 后来致香港成为天后的叶倩文。 叶倩文从小在加拿大长大, 与飞翔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在生活中彼此理解, 事业上又都是歌手, 很快就陷入了热烈。 当时叶倩文二十出头, 还是乐谈新人, 但这对金童玉女般的情侣, 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也引来了飞翔母亲碧莉娜的反对, 她怕恋爱会影响儿子的事业, 更何况, 她当时中意的儿媳是彼时正红得发紫的林青霞。 多年后, 叶倩文回忆起这段没有结果的恋情, 那个时候她太红了, 我才刚刚开始, 但是她的妈妈很不喜欢我, 只要她跟我出去就很不满意, 我想, 被一个妈妈不喜欢, 好难过。 叶倩文性格倔强, 又很有主见, 她注意到飞翔在自己和母亲之间两相为难, 于是主动提出了分手, 独自前往香港发展。 后来, 飞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如果非要说飞翔这辈子的真爱是谁, 好像还真有一个答案, 猫。 飞翔是一个爱猫如命的男子, 早年在台湾时, 她就领养过虎鹰梦家鲜螺猫的孩子, 前往纽约后, 又领养了被前主人恶意对待的猫咪, 如今, 飞翔在伦敦的家里, 还有两只爱心收养来的猫。 飞翔多年前曾毫不避讳地说, 自己从来不缺感情, 不缺来自不平性别的爱, 更不缺长期或片刻的快乐。 她活得清醒又独立, 她始终都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永远走在竹梦的路上。 如今, 飞翔已经62岁, 五婚五子, 绝安一生。 她见证了华语乐坛几十年来的风云变换, 也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机会, 好像红得太早, 又好像回来得太晚。 随着《风神》三部曲好评不断, 在大家对飞翔的电影事业有所期待时, 她却表示, 到了这个年纪, 不想把剩余的时间都耗费在拍电影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舍得在尝到甜头以后说, 够了, 趁还有时间, 我想去试试别的。 她依然是那个能够引起时代狂欢, 又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男艺人。 初代顶流, 果真名不虚传。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是神医, 喜欢本期影片, 烦请按赞, 订阅。 如果还想听我讲其他人物,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关节目。 感谢。 感谢。